屏幕前的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山东雷歌 就在大前天我给大家分享的 我们河南商丘的小麦行情的时候 那个时候行情价格基本上是持续暴涨的一个趋势 但是没想到呢 我这块也看到了很多咱们的山农自媒体作者 也分享了在山东的 还有我们河南部分地区的小麦价格 持续下跌的一个状态 哎呀 我带着这个疑问的 我也去了我们当地的四五个小麦收购点 去打听了价格一番 其中我去了四个地方 其中有三个小麦收购点的老板 有点发愁了 但是通过视频的咱们都可以看得出 这个收购点 它的小麦收的都特别特别的多 而且就在前两天呢 前两天也就是价格高的时候 它大量收购 一块六毛 一块六毛六 一块六毛七 前阵子还马上出现一块七一斤左右了 可是呢 由于受到可能是大环境的影响 戴口罩的原因 我相信大家你也知道哈 很多地方都 也都说物流都不方便 开车都不方便 因为路都被堵住了嘛 是不是 朋友们 另外呢 去了 其他两个也是和这一个差不多的一个状态 差不多的一个状态 他们有一个老板收的是一块六毛钱一斤 有一个是一块六毛二 还有很多没走出去 剩余第四个那个老板呢 第四个老板 他可能少为有点精 也就是说 他收了两三户三四户 就马上就卖掉了 马上就走掉了 看着行事走 结果最后这个老板少为有点 聪明点 他的收购点 小麦的几乎都是没有多少的 可是前三个老板的 前三个收购商呢 他们囤了很多 而且都是高价收的 低价现在也走不出去 现在在我给他们拍摄视频的时候 他这个也说到了 他说现在反正是也卖不掉 价格也掉下来了 过几天再看嘛 我问他这个价格的时候 我们这块掉到了一块四毛八 前几天还是一块六呢 好一点的小麦的话 基本上会达到也都是一块五 一块五毛五都会有的 最底还得看小麦的这个品质吧 所以说呢 这个行情谁也猜不透 谁也看不着 总之呢 希望这次疫情能够早早的结束 早早的结束 还有呢 凡是现在囤小麦的 尽量都卖掉 尽量都卖掉 在我给这个收购商打电话的时候 收购商能问他们的时候 他们也说到 他说涨也涨不哪里去了 因为毕竟新的小麦 相信大家都知道哈 顶多再过两个半月左右的时间 又开收购 又开收割新的小麦了 可以说这个价格有可能上不上去多少了 是不是 朋友们 屏幕前的朋友 关于在你们当地的小麦行情 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有没有我们这边下跌的快乐呢 可以带评论区和大伙聊一聊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和大家简单的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三农雷哥的视频 给三农雷哥点一个免费的关注 还是想了解更多的农业方面知识 请看我其他的视频 咱们下个视频 更加精彩 下期咱们不见不散 拜拜